弟子是一名园警在看守所工作 看守所亚有死刑犯 而且部分之90的死刑犯 都是在我值班的时候被枪决的 请问对死刑犯 该教他们念阿弥陀佛 还是念地藏菩萨都可以 你教他念阿弥陀佛最好 念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也保佑他 要劝他们回头是岸 要真正忏悔 念佛求生净土 知道过去做的是错事 以后永远不再做了 一样能往上 那我们必须要有事 就在思考不许 记得是岸月 那我们必须要青山 越来越来越契门